有些前新民主播批評無線那套 《新聞女王》的劇情太誇張、太離地 或者他們覺得自己是專業人士 那些意見很有說服力、很權威 不過其實或者只是他們自我感覺良好 劇集好不好看?見仁見智 但是世界上有沒有劇集,劇情是一點誇張成份都沒有 而觀眾又喜歡看?劇集不是紀錄片 說起上來,近年離開了TVB的人 似乎都很喜歡向舊東加抽水 究竟這套《新聞女王》有沒有問題? 可以說的是,我覺得其中一個對白有問題 最少是,劇集中不同隊伍的人被搶來搶去 被搶了下屬的人竟然說對手 餓狗搶什麼? 手下被搶了,竟然這樣說 那他這個上司將手下當成什麼? 他自己又是什麼?他以為 後來,初初被搶過的人 以為可以升職有好前途 買西餅和同事一起慶祝 結果呢,就變了派散水餅被人炒魷魚 不知道會不會有後續呢? 另外,本來在交代劇情的時候 突然之間變了一些 男女前面畫面 哇,似乎太跳氣了 不過這樣,看這套劇最嚇我一跳的就是 我竟然看到老虎 以前新城電台說鬼故那個 看這套劇,我想起日劇女王直播室 究竟蛇絲曼的演繹方式 像不像天海遊戲呢? 是有點像的 什麼時候最像? 蛇絲曼的角色Man姐 在做完節目後 很有自信地離開直播室 那種行路的姿態,演出來的感覺 就有點像天海遊戲 不知道她有沒有參考過呢? 女王直播室 就有些輕鬆情節可以平衡一下 這套新聞女王 暫時似乎未有